大家好,我是青青 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强者降临 这个第三个星期了 已经升到了55级 所以可以打中间的这个难度了 就是华语是不是叫噩梦了 这个英文的比较简单直接 是这个Nightmare 不是Nightmare,是Hard 就是比较难呗 其实也没有多难,随便打一打就可以了 我这个主要是怕扛不住 稍微的痒一下 但是我觉得好像又没有太大必要了 好像打得并不痛 这个打断一下角度 路完打断一下这个飞断 这个军马驴反正仰几次之后就相当硬了 封身就把那个,呃,这个一上来打断他的飞断 省得他给你上标记 哇 打断他的这个畜生道 这些都是小儿子了 这些都是小儿子了 啊,已经打完了 这个因为不是最高难度 所以也没有什么排行的限制 奖励都是固定的 因为现在我组织里已经完全没有人了 我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就都是单打独斗的 真的是一个人的江湖 啊,一个人的江湖 然后看看咱们有没有什么可以买 可以升级的东西 这个 都还没升呢 你看才十级 哈哈 这就是新的 没有,没有的升就算了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数值 这个主角也到了这个四千战力了 哎,大约就是这样了 啊,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